为船船艺 我感谢你 家世人生 好像这首诗歌曲调 接奏不能那么明快 逗逗逗逗逗 是不是有点默想深入一点 那个感觉会比较好一点 那个琴的 谈的能不能表达一点 我不太懂 还是伴奏还是怎么样 不要那么明快 接奏不要那么明快 可以慢一点点 但是就是那个 不能叮登登 那个太 为船船艺 然后它就有一点拖一点 不是那个原厂的 不是为船船艺 那个好像跟曲家的味道 出来一样 我感谢你 我感觉上好像比较符合这个曲调的那个味道 我一直就说 我对这些音乐我没有学过 不太懂 完全一点的直觉上 一点的感觉 不一定是对的 那我们经过这几期啊 可能是三期吧 一直着重在这个诗歌的一面 怎样借助诗歌表达 摸着主 带着邻里的交通 给主有诈美 然后并且为这些话 把它有一个声言 我想经过这么久啊 应该慢慢的弟兄姊妹 这个唱诗 那个感觉 灵感的一面 好像是比以前进步 看的时候比较容易摸着那个 里面的灵感 有感觉 这个是一种的进步 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基督徒从神面前领受 一个丰富 一个厂 这个丰富的一种 你不知道能不能算是遗产 就整个造会历史上 累积许多的丰富 让我们来借助前面 古圣的教宗 越过越能够学习 怎么发表 我们在神面前的感觉 这个发表也就 眺望我们里面的灵 对于主啊 有一个互动 有一个呼应 这一方面 的确在造会生活里面 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但是我们这几十年 在造会生活里面 我们都不一定太 太注意到这一方面 盼望接着这样的操练 我们越过越能够用 这个诗歌 这个方面的丰富 能够享受到主 但是因为我也没有什么机会 到各地去各个会所 各个分区去看 特别波比尼的聚会 我们知道差不多就是要有三首的诗歌 让我们来接着诗歌表达 我们向着主的感谢赞美 我们摸着神 所以有救恩的美妙 祂显出来的爱 深厚的爱 所以这个诗歌对于特别波比尼聚会 他很多时候他陪同我们向着主的赞美 并且领导我们向着主的赞美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但是这个一到领导里面 我们跟你提到一个合适的诗歌 非常的有关系 诗歌提到很合适 那个聚会的灵就很容易把它带起来了 摸着这个聚会里面 带着我们来往前 但是这一方面 因为目前按道理 按道理 这个不是说我们教会生活里面 我们不应该某一种的人 好像是一个阶级或者是什么 一定是只有那一种阶级能够做 好像别的圣徒好像是 就是好像不大适合来做一样 那么我就觉得这个诗歌 好像也有这种趋向 好像这个诗歌一定是负责弟兄 当然负责弟兄应该是老练 应该是在这些方面 有比较多的操练 他提的诗歌应该是 比较更容易摸着神的那个带领 但是事实上 我们连负责弟兄 去负责 连我们自己本身 我们对这一方面的操练 都是不太够 不太够 不光是时间度量上不够 也是那个品质 也不是太够 这个诗歌一定要 你要领会每一个诗歌 它的感觉是怎么样 然后我们也都能够了解 这个聚会 神的灵在这里运行 我们这个聚会的灵 该怎么带领 因为聚会的灵 应该就是神的灵在这里带 所以我们就随从 跟随神的灵配合上去 如果是那样 那个是最美好 可是我们这一方面的操练 实在是不够 这个诗歌往往有的 就是不太懂 预先就定规了 定规了 今天早晨 我们播饼聚会 拿三首 拿两首 我们就也就是一个弟兄自己 很少跟别人 在这里一同来 来一同看一下 我们就这么定的 定几首 定几首 也不管这个聚会里面 那个灵到底是怎么样 当然也很多时候也没有灵 也没有灵 所以他的诗歌 也没有什么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摸着 这个诗歌的感觉 或者那个聚会的灵 那这一个对于聚会 是一个不够的地方 不一定说是错 但是不够 怎样能够看见 我们这个聚会里面 应该耶稣是主 祂是教会的元首 祂就领我们 在领里面摸着祂的意思 那么就使用 和事的诗歌来表达那一个领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 我想我不知道在座 说有没有人到这个地步 我是不行 这个每一首诗歌 我都能很熟 都能知道他的感觉是怎么样 我很多我都搞不清楚了 所以我们的要求 我们的盼望 我们就也不太敢了 那个诗歌 那么就这样的诗歌 我们预备灵到聚会里面 看的时候 马上就摸着这个聚会的空气是怎样 马上懂得这个诗歌 哪一类的诗歌 并且哪一首诗歌 能够有这样的感觉 把它配起来 把它发表出来 我想我们都没有这个本事 那我的操练就是说 我可以预先 像波炳聚会 预先我自己在祖面前 在聚会之前 在早晨我来寻求祖什么 有一点灵感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找两三首 特别头一首诗歌 我们找两三首 然后到了聚会里面 摸聚会的灵 就在这个两三首原有的 它里面有一点预备的 里面来摸这个 比较合适的来提这个诗歌 我们就我来说 只能做到那个地步 再多我就不容易 还有看到有一首诗歌 其实跟这个聚会的空气 完全合不来 但是人家提出来了 可是不行 会把那个聚会的 好像浇了冷水一样杀下去 我是希望能够改 但是你知道那个提的诗歌 不大行 但是改什么呢 你要几秒钟之内 你能够能够领悟 我什么诗歌比他这个体力 更呵护这个聚会的领悟 这个我也做不到 所以这个提示歌实在是很不容易 但是无论怎样 若是开头能够看重这一件事 有一些弟兄在主面前向主有祷告 有些摸 总是有几首觉得这个早餐用其中的一首 恐怕是不错 那么摸那个灵 然后在聚会里看空气是怎样 我看总是比较好一点 因为无论在照会生活哪一面 我们都要学习基督是居首位 基督他是人位是我们的主 我们是跟着他 不是要他跟着我 是我跟着他 而他呢 实在他今天就是灵 在聚会里他应该在这里 我们能够摸着他的感觉跟随他 能够往这个方面来操练 就是慢慢慢慢地 我们也许能有一点进步 但是我想我们在座 我们都在这一方面是不够 我也是非常不够 你看受尽到现在 服事主这么多年了 在这个诗歌上 还是不会太能够会应用 找到很快找到那个赫斯里 因为对诗歌还拿捏得不够清楚 对空气也不够拿捏得清楚 然后对我自己这个预备的灵 灵里面的预备也不够清楚 有的时候来薄饼机会 也就是妈妈糊糊就来了 所以若是我们现在薄饼机会 这个架构 这个架构是很好 很需要 我们是每一个主日 有这么一个机会 先有这样的 来清净祖 纪念祖 这个架构是很好 但有了架构并不保证 而里面一定 有神的同在 有神的恩典 一定要有人 是活的 是跟随领的 是做一个领的一个接受的去知道圣灵怎么带 然后祂呼应的一个发表 大家就跟着他 那你就看见那个机会是非常的好 这一个我就盼望 这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学习能够操练 那么上一次是哪一个弟兄这里带就问我们 姊妹 在聚会里 提示哥 可以吗 大家都不敢答了 这个一面说 这个特别 这个也是弹性的了 一个很大的聚会 很正式的聚会 姊妹如果起来 唱师第八首 就是发号师律那个味道 总是感觉上不算是很好 但是你特别里头有一个灵感 某一首 但是觉得 怎么能够让别的弟兄 也许替你来提一提 那有的时候 你可以写一个纸条 写 可不可以唱哪一首啊 你就递给那个负责弟兄 请他们看看 让他们来提 也许是更合适的 那人数比较少 有个聚会里面 也就是二三十人 有的时候也不一定 太那么拘敬 一定要 啊 姊妹呀呀 有的时候都像家里面的人一样 家里有的兄弟 有的姐妹 有的是大姐 大姐虽然她是姊妹 但是她是大姐 比你这个小弟多蒙恩了很久 她当然是很多方面比你老练 有的时候 体力大家都在神的家里 也没有什么关系了 但是体力的时候姊妹就是在语气上可气一点 事实上弟兄们也应该可气一点 对不对 也不要 感谢赞美主 这个都是感觉问题了 并不是一定要怎样 我这一首诗歌 这个里面内容我想很容易懂 我就不在这里解释了 他第一说到主耶稣 他肉身的身体 为我们死 第二段就说到这个身体是奥秘的身体 我们吃了饼杯 这个饼杯 那个饼 那个喝起来就是 今天喝起来是他的身体 给我们吃了 我们这些人就成了基督奥秘身体里面的肢体 所以我们 所以第四节 如此这饼也是指明你那奥秘身体 我们是他活的肢体 我们是他活的肢体 与你完全合一 那这个他 以前我们用这个污秘他 这有的地有什么差呢 都是过意不去 为什么把主变成污秘他了 变成动物的他了 其实那个他是指着奥秘的身体来说 但是奥秘的身体 你也不能够说他是活的就不是他了 所以用污子的确是 大家是不太感觉 里头好像不太舒服 所以后来怎么搞就改了这个绳子 也不能说错了 也不能说错 但是这个他 我们要知道这里的他 不是指着主耶稣说的 是指着那个身体说的 是你那 因为整个整句都是你嘛 指明你那奥秘的身体 我们是你活的肢体 也可以我们是他 那么如果说到主耶稣 那当然是变成你了 如果说到这个身体呢 用神也不能说不好 但是你要理会这个 他是指着奥秘的身体 我们视觉奥秘身体里面 一个活的肢体 与你完全合一 这个我们了解一下 这个我们了解一下 是你那奥秘身体 是你一心满意足 izin栗的身体 是你那奥秘身体 是你爱 乘得